肝越堵,血瘀越重 一方温阳化瘀,刮掉全身瘀血 你知道吗,肝要是越堵,血瘀就越重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跟肝的功能有关系 中医认为肝煮书腺,能调畅全身气机 另外肝还煮藏血,能调节全身血量 这两个功能跟血液的运行有很大的关系 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血液的运行靠的是气的推动 肝体阴而用阳,起气主生 如果说肝阳不生,气机预制不通 无力推动血型,就会出现血液运行不畅 也就是血瘀的情况 血瘀的时间长了,产生的病理产物就是瘀血 那瘀血大家都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中医认为瘀血的特点是固定不动 又会反过来影响气机的运行 堵得越来越厉害 这种人往往皮肤颜色紫暗,粗糙脱械 失眠多梦,身体有固定的针扎一样的疼痛 还经常会感觉情绪不好,负胀 鞋类胀满不适 时间再长点,瘀血严重造成血管的梗阻 到时候问题可就大了 清代有个名医叫做黄元玉 他提出血瘀之症,几下以温而上以清 所以他用一个破鱼方专门来调理这种血瘀 方中贵之性温,能温阳化气,调理肝气 肝浆温中散寒 喝水乌补义肝肾 浮灵沥水甚湿,陶人活血化瘀 单身去瘀止痛 还有一味肝草能调和猪药,调和气血 全方配五,破血行瘀,疏肝生羊 但是要提醒大家,这只是个基础方 在临床用药的时候还需要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辩证加减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要在专业医生辩证后用药 千万不要照抄原方